大家好 现在国内对武统声浪很高 我看环球网这边也报了一个叫什么 核武专家对武统台湾的准备工作 对武统的准备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我觉得跟大家分享挺好 当前有人提出趁着美国和台湾的疫情 美四艘主力航母及亚太军事基地 发现疫情之际实现国家统一 也有人讲了一些貌似义正言辞的大话空话 指着现在的任何说法做法都不对 还有人说美国的撤侨撤资 军机战舰巡航贸易战等 是马上要对中国发动战争的信号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竞争中 光明磊落 理直气壮在全球抗议形势下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台湾当局动向 客观分析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形势和程度 务实做好武统准备 科学决策战后治理 以及恢复经济处置罪犯 部署驻军 稳定治安等 切实深化细化 对台斗争 那么下边讲了六个战略判断 第一台湾当局必将更加孤立 蔡英文从16年5月20上台 丢了七个邦交国 剩下15个 疫情中对大陆同胞美和美国 截然相反两种嘴脸 通过疯狂攻击世卫组织 向美国领导示好 巩固兼职台独立场 不断推进去中国化 企图乙武巨统 推出防卫固守 重层阻吓 新军事战略 投入近万亿台币 引进发展武器装备 多次组织对大陆的军事演习 提出将太平岛租界 给美军海中陆战队 并在本岛为其设立地下军事指挥所 台当局必将深陷内外交困境地 第二是美国干预程度加深了 但不会为台与大陆宣战 3月26号 特朗普签署了台北法案 这是1979年 台湾关系法基础上升级的 台美实质性的政治关系 长臂管辖法律 加上以前的台湾保护法 台湾保证法 台湾旅行法 亚洲再保障倡议法 以及国防授权法案等 确定了对台军售正常化 把台纳入军事演习 重新确认台湾 确认对台湾的承诺 批准与台高层互访 全面提高对台政治支持力度 公然挑战联合国 一个中国国际法 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一旦启动武统 美国日本对台支持 将集中体现在情报信息和武器装备上 不会为台湾对中国宣战 因为他们会考虑到战争的成本和后果 第三 民进党台独纲领不会改变 民进党对外完全依赖美国 竭力扩大所谓的生存空间 对内不顾百姓利益 排除异己 全力打压和清剿国民党 继续推进 去中国化进程 提出将太平岛租给美军使用 不惜重金购买美国军火 最近蔡英文甚至还叫嚣日本是我们的坚强后盾 四是国民党不会有任何作为 国民党始终没有提出过 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统一纲领 江启臣年初担任党主席后 进一步模糊一国概念 忙着与台湾接地气 竭力摆脱与大陆的连接 不断背弃孙中山、蒋介石理念 以停止祭拜黄帝林活动 党内各派系斗争 内斗不止 五是岛内对意中的认同感下降 从最新岛内进行的民调看 认为是自己是中国人的 已经降到了11%左右 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下降 两岸社会依赖度和感情交往 之间渐行渐远 长此已久 和平统一的希望更加渺亡 六是岛内政坛没有政治家 没有一批为国为民 报复远大 无私无畏博学多才的政治家 没有一批具有国家情怀的热血青年 现活跃在台湾政坛上 大都是唯利是图的政客 以国家分立和统一情况很多 前西德和东德 英国分成了英国和爱尔兰 尼德兰分为了荷兰和比利时 伊比利亚分为了西班牙葡萄牙 卡尔玛联盟分为了丹麦和瑞典 丹麦分为了丹麦和冰岛 苏联分解为十多国家 还有南北越南等 现实仍然分制的南北朝鲜 捷克和斯洛伐克 南斯拉夫分为了斯洛尼亚 克罗地亚 马其顿 波黑 塞尔尔亚 黑山等国 还有我国的大都与台湾 实现国家和民族统一 是人类的愿望和期待 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指出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 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 重大变化 或者和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将采取非和平方式 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推进祖国统一 一样符合世界潮流 利于民族复兴 实属众望所归 多年来台湾当局把我们提出的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视为软弱可期 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肆无忌惮的加速推进台独进程 多年来大陆对台展现出善意 给予台商多种优惠扶持 把其农产品给予免税包销 力图通过感化降低敌意 然而他们把得到的红利 用在了购买和发展武器装备 多年来我们把实现 祖国统一的希望 寄予台湾人民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 我们等来的是国民党的放弃一中 民进党的逃敌叛国 和岛内社会对中国 对国家的背弃 现在好像中华民国 台湾已经不提了 中华民国都不要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践国家统一是基础和前提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秦朝 西汉 东汉 西晋 隋朝 唐朝 北宋 元朝 明朝 清朝 十个朝代实现过国家统一 从而名垂青史 永载史册 历史分治 迄今已七十六年 成为每个中华子孙的切夫之痛 如能在我们有生之年 看到祖国再次统一 不仅能够巩固民族振兴之基石 可以斩断帝国主义 长期以此牵制我们的魔爪 更可看到台胞归家 实属国家和民族最大姓氏 对于台湾 虽然我们进行了多年的军事斗争准备 虽然具有决善决胜的把握 但是完善作战预案 实现武统进程和后续实施治理上 后续施政治理上还存在深化细化和优化空间 那么下面就讲了 对台作战和后续治理的方面 把握并运用好法律武器 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分治和统一的相关法律 我国也颁布了反分裂国家法等 这是我们实现组国统一的依据 对此我们应学习和利用 用我们在实现国家统一的伟大历史实践 师出有名 有礼 有利有节 并尽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也不给帝国主义有可乘之机 一 事实宣布对台武统的时机 一 当台台湾当局公然宣布独立 二 当台局 台湾当局 组织 独立公投 使祖国面临分裂 三 台湾岛有外军部署时 四 重启核武研发 五 台军使用军事手段攻击大陆时 六 岛内发生大规模动乱时 这六种情况 都适用于武力统一台湾 只要出现以上任意情况 军委都会迅速决断以武力方式实现足国家统一 注意上述时机并不包括趁易动手 还没有到刻不容缓的程度 应让国际社会及蔡英文当局看到我们维护国家核印利益的意志 决心和不可逾越的底线 科学运筹和把握武统进程 那么武统规划和进程中最大限度的策划好里应外合 像以往北平 解放北平 上海等城市 组织工人纠察队那样 这就提到我之前讲 利用地下党 或者利用台湾本土的中国人 就里应外合 这也是一个 七 启动七项工作 一 完善现有预案 根据情况变化 事实调整优化作战预案 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二 组织战前强化训练 设置恶劣逼真的战场环境 特别要掌握城市巷战 攻坚战 摧毁地下攻势 及联络中断情况下 行动要领 这已经提到了 巷战 那就是说 必不可少 武统的时候一定要会打巷战 请台湾观众们 也准备好吧 解放军也开始演练 巷战 攻坚战 摧毁地下攻势的活动了 希望到时候你不在那 三是联合多种力量 组织并支持岛内进步力量 形成保卫民族资产 里应外合的纠察队 使军队政府民众企业优势 在力量投送 作战指挥 情报侦查 信息攻防 协同保障上 形成一体化合力 四明确保护重点 对岛内名胜古迹 文化历史 大兴工厂 交通通信 枢纽等重要目标 进行分类编号 明确将其立为保护重点 那我这说一下 很多台独讲 大陆要打台湾 那个故宫里边的 这个中国的这些文物 他们会一把火烧掉 或者是纵火焚烧 那我觉得到时候呢 解决这个问题也好解决 第一啊 这些岛内的这些台独分子 他们的亲属 他们的家人都在海外 到时候可以啊 依据国际法 如果他毁坏了 中国的这些文物 依据国际法 可以对他进行全球通牒 那就是全球缉拿 另外呢 也可以派一些这个 在海外的工作人员 对于这种 直接下命令 毁坏中国文物的进行 你要说是正常的 斩首行动 我觉得也不为过 他毁坏了中国文物啊 那么就让他全家 为他的行为负责 不能说是他自己 把中国文物毁掉以后 他全家人还在国外 过得好好的 不可能的 也不能容忍的 全部中华民族要全世界追杀这种 伤害中国文物的人 绝对要全球追杀他们 不能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一天 如果他敢毁坏中国文物 甚至可以灭他整个族 我觉得不为过 几千年文物 你们说起要毁 你们就可以毁坏了 另外啊 针对 故宫啊 台北故宫的这个作战 我觉得早就余暗了 他不是一两个台独 他想毁坏 就能毁坏 毁坏以后 国际法也饶不了他们 五是集拿台独罪犯 宣布需集拿的顽固台独分子 和黑社会头目 如李登辉 陈水扁 蔡英文 苏贞昌等 明确举报 送交方式 六 宣布讲成法律法规 宣布对保护国有资产 重要文物 举报或集拿罪犯的奖励标准 宣布对富与顽抗 肆意破坏 投敌叛国罪犯的惩处办法 七 提前暂停赴台旅游 尽量清空大陆在台湾的游客 最大限度减少对同胞附带毁伤 以下五个方面 急需尽快进行论证 并确定 一 人事安排与机构设置 解放初期 我党曾明确 让时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 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舒同同志担任台湾解放后第一任省长 舒老曾几次当面告诉我 他为此做了很多准备 查阅了大量资料 请教过各界人士和相关专家 做了比较充分的施政准备 我们应尽早明确有关人士 让相关人员做好准备借鉴大陆政府的机构设置 但不一定要搞六大班子 应应该更的精干 更高效 更连接 就是说 在梧桐以后 对台湾治理 就是首先明确 省长 还有地方的这个机构负责人 在大陆的时候 现在就应该开始 已经开始 应该就是明确 安排相关机构的设置 二是建立健全 法律法规 抓好社会治安 台湾岛内 现有200多个党派和社团组织 价值观上 他们只认集团利益 忽视人伦道德和民众权益 只讲理念认同 而忽视法治是非 这些都急需改变 坚持对多数人讲道理 对顽固分子讲强制 已经告诉你了 要用强制手段对付顽固分子 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 他最后拿着这个道理 会把你什么 踩在脚下 三是强化民族中的认同感宣传 通过电视网络 报刊 教科书等多种形式 宣传中华历史 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 宣传大陆政策 法律和现状 加强沟通 促进了解 减少误解 避免民事冲突 增进民间交流 四是尽快恢复和岛内发展经济 在台湾岛现有经济技术上 引入大陆资源 优化岛上经济结构 面向世界实行改革开放 尽快振兴岛内经济 他说这个都是梧桐以后的事 立即启动论证岛内驻军事务 岛内要驻军的 一是确定驻军使命任务 含 接受中央军委统一组织指挥 维护全岛社会稳定 维护领空 领海 领土完整及安全 从速缉拿打击台独势力 及各类刑事犯罪 二明确驻军军种类别 实现武统后 在台岛可站 可攒部署一定数量规模的海军 空军 陆军 在基本稳定 可控后 可根据需要 部署一定规模的火箭军 和常规部队 信息部队 那就是说岛内要部署 部署一定的核力量 导弹 导弹部队 还有信息部队 三 确定驻军数量规模 根据有效维护 岛上和周边安全军事需求 论证三军部署数量规模 以及主要的武器装备 以陆军为主 应 以陆军为例 应该部署不少于 其中满员的两个集团军规模 两个集团军规模 你自己算的人数 我觉得应该也不多 四 确定军力部署 尽量利用台军设施 但目前台军军事基地 主要针对大陆而设计部署的 如七个主要军港 14个主要机场 地下设施等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五 明确接管台军设施 请军事建设和工程专家 与部队一起对台军事设施 勘察评估 分别进行改造 加固 维修 或报废 使其继续发挥好应有的军事功能 国家 相应智库 专家和社军企业 应以高度的责任感 使命感 紧迫感 尽快启动 对五统相关事宜 展开研究论证 形成高质量的咨询报告和产品 为党中央军委提供指导性 操作性强 战略咨询 为国家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 作者是教授 博导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智库高级研究员 火箭金退休研究员 中国核战略专家 核军控专家 导弹技术专家 军事理论 享受国务院津贴的 那就是说 现在解放军 内部已经对五统形成了 至少已经开始上路了 已经开始研究五统和五统以后 相应的准备事宜 相关的法律法规 相关的部队部署 还有政策 甚至已经 看这个意思 已经把台湾省长 可能也最近可能也要 也要安排出来了 领导班子可能要整 那就已经上路了 这就是说 武统已经开始了 实际这篇文章 告诉大家 就武统在解放军内部 也已经开始 已经不是说 以前提的不能提的 已经上路了 挺好啊 既然有这么详细的研究 怎么武统 法律啊 军事经过 再加上最后治理 你看这个言得也挺细了 我觉得这只是啊 这个公开出来发表的 没公开的 更详细的 我觉得已经早就已经 递交到上面去了 早就有了 所以大家还是拭目以待 我还是拥有了 我还是拥有了 回覆我